诶,我跟你说,那活动真的超级可爱的,哦,真的很想要那一个活动,那个新衣服诶。 雅琴,你现在不是应该要做作业吗? 诶,然后,我可不可以讲一件事情啊,哦,那真的超级有趣。 张雅琴,我还跟你说话诶。 诶,等我一下,我等一下要打电话给你,我姐在那边随随念。 你这样满意了吗? 你那什么态度啊? 我都知道,你说我把电话挂,你还我怎样? 你是这样跟你姐说话的吗?整天事情不做,在那边打混摸鱼。 你又知道了,我在学校忙了一整天了,休息一下不行哦? 我被你缴学费,不是让你在那边玩乐的。 你都只看表面,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学校有多忙吗? 张雅琴,你要去哪里? 你又怎么了? 我纠结啊,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想怎样。 好啦,你不要生气了,我算慢讲。 我在学校每天都忙着要死要活的,难道就不能休息一下吗? 她整天在外面不知道在干嘛,她凭什么可以骂我? 嗯,我可以理解你回家想休息。 但是她也是为了你跟住院的妈妈在生活工作啊。 我觉得,你这样讲好像不太好。 可是要念也要念的四可儿子吧? 我想她只是想把我当出系统而已。 可能工作上的事情吧,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站她的立场想一下。 毕竟只有她一个人在撑着家一个经纪。 你之后还要上大学,也不知道你妈什么时候会抗服。 我是觉得你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她。 嗯,可是。 回去吧,跟你姐姐好好谈下。 这样也不是办法,对吗? 那我不能一直生她的气吧? 知道啦,我回去。 但我还是不想跟她道歉。 你就先回去看看吧。 好啦,那我再想想。 姐,你要去医院了吗? 对啊,你晚餐记得吃,那我先出门哦。 哦好,拜拜。 拜拜。